乐山大佛 保佑他们平安的过河 在过去的历史中 人们已经见证了四次佛像流泪 具体在于 1962 1963 1976 1994 第一次1962年 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大饥荒 人们第一次看到 乐山大佛流泪 是在1962年的一个午夜 一位毛泽东的错误政策 中国老百姓度过了三年 周深南方的大饥荒 街上到处都是尸体 四川省已经有近一千万人饿死 人死了没有力气掩埋尸体 就拿草席一卷扔进江中 每天都有饿死的尸体 顺江漂流而下 就在那个时候 很多当地人见证了 上千年的佛像忽然闭上了眼睛 当地的人们传说 肯定是大佛不忍看到残景才闭眼的 大佛闭眼的照片 如今还保存于乐山陈列馆 第二次 1963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3年 人们又见证了乐山大佛像流泪 当中国及四川的大饥荒 非常严重时 造神运动开始 1963年 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 最疯狂的时期 大佛再次流泪 有许多人十分恐慌 中共当局 曾拨款四千万元 对大佛像进行请习 但是 没能抹去大佛像眼角的泪痕 第三次 1976年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 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导致约 六十五万老百姓死去 唐山地震 由于缺乏预报 加上政府封锁消息 拒绝国际援助 人们纷纷 人们纷纷讲述 大佛面露怒涩 闭眼流泪 第四次 1994年 哭泣变成微笑 1994年 乐山大佛像 已经变成了国内外的大景观 当年6月7号 游船上的游客 看到乐山大佛哭得好伤心 眼泪大串大串的往下落 脸上的肌肉 下巴及全身 都在剧烈的抖动 不久后 游船靠岸 人们看到乐山大佛笑了 笑得好开心 脸上还挂着刚才流下的泪水 当时一位高人 与他的弟子登岸 恰巧看到这一奇景 弟子问 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 高人回答 世人不知道静佛 大佛在为世人担忧 回归传统 生命还有希望 为了毁灭全人类 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 把人变成非人 把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 变得国已不国 神慈悲于人 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 神不愿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 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 读懂天象 以会神的慈悲 才能看到得救的希望 解体中共 全面清除共产主义 在人间的各种表现 回归传统 守住心底的善良 生命还有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